因為這個國人他暑假已經快要結束 那從國外要回來的需求 最近增加很多 那另外也就是還有一些這個境外的生 境外生 然後那是舊生 他們也要回來開始復刻了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每週4萬人入境 那這週是用滿了 那下週看起來訂票也都超過了 這是在需求面部分 那當然我們也評估了疫情 那周邊國家的這個疫情 雖然都還沒有解除 不過有一些部分的國家已經 開始在趨緩 那我們也是在監測我們入境的這個 旅客的這個陽性率 看起來都是持平 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麼國內的疫情部分 目前為止都跟我們預測的很相近 所以考量在這個需求很陰切 很增加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風險還可控 所以我們從即日起調升 每週入境總量人數 改從4萬調升到5萬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也評估過在機場 的這個量能 還有就是我們的防疫旅館量能 目前也都足以致應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在監測 這個相關 這個開放後相關的狀況